在民國86年 行政院成立了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之後 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 就更積極的重視婦女權益的保障和促進 我從民國98年9月10號 奉總統指派到行政院服務之後 以召集人的身份 參與我們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會議 每一次都全程參與 我必須坦白報告 這個會議是我所有參與主持的會議當中 發源最沒有拘束 最踴躍 而且很多編辟入理的意見 都成為行政院和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的男政 我們國家對於婦女權益的促進 剛才提過86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然後這中間 每一屆的父權會都是非常積極有作為 也因為長期的努力 所以在聯合國開發計畫書的評比 就是對婦女權益不平等的歧視 在139個國家當中 我們依照他的計算的方式 我們是僅次於荷蘭丹麥同瑞士 在全世界排列第四 在全亞洲排列第一 這是我們非常不容易 透過兩性共同努力 維護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婦女同胞的權利 使他少受到任何刑事的歧視 這也是聯合國的一個公約 我們也奉總統的指示 把他定了一個施刑法 已經送進立法院審議 我們希望 我們對兩性平權的努力 不是只有在各種全球性的 評鑑指標當中 也不是只有在一切形式的平等當中 我們希望他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變成人格的一部分 每一位同胞不只是尊重女性 也尊重男性 所以將來第三個階段 我們在行政院將來會成立 就是剛才江部長所說的 性別平等處 會有專人專職 而從保障婦女的權利 促進婦女的權利 推動到第三階段的 就是要進行性別平等的實踐 跟貫徹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中華民國 建國一百年來在台灣地區 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 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在我們台灣的女性 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綻放了人性的光輝 有些在科技界 有些在推動婦女的運動 有些保障消費者的權利 有些在文學創作 有些在各個不同領域 台灣真的是由於婦女的參與 勞動參與率 歷史性第一次破50% 所以台灣的每一項進步 都有婦女同胞的心血努力 付出在裡面 我們希望這樣一個向上要升的力量 女性不只不能缺席 而且要同男性一樣 各頂半邊天 為中華民國創造更好的黃金四年 在這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會議充實而成功 謝謝